Hello,不羁道,跟大家分享新加坡统计稿 星期五,2月3日公布最新的零售销售数字 显示,经季度性调整12月指数,环比增加1.3% 不包括汽车12月零售销售增长9.5% 环比增长1% 不要经常说不羁道,只是说新加坡不说香港 我不想再比较,一比上去还哭得更辛苦 为什么?出来的数字就是跌 12月零售销售,新加坡是47亿新加坡币 其中,网络销售竟然占了12.9% 但是低于11月,低于11月 但是,听清楚,超市和大卖场销售额下降了2.2% 电脑和通讯器材销售增加了0.3% 另外,12月餐饮就竞抽了 销售同比增加了13.9% 还带动了最佳销售人员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围去吃鱼生 搞到今年新加坡的鱼生贵了25% 还有,整体餐饮竟然达到10.5亿新加坡币 网络的增锋也大了22.8% 这样就衍生了另一个问题 多数零售业出来的数字 去年12月取得同比增长 食品和酒精类饮料 服装鞋类分别有增长 37.4% 23% 相较之下,12月汽车销售额 和加油站的生意质分别下滑了10.3% 还有6.8% 有时这些数字就看下参考一下 但是参考得下多 都发觉真是真的 为什么呢? 你餐饮大了这么多 一定是因为圣诞节 接下来的数字就新年更加旺了 鱼生的数字竟然这么厉害 因为在新加坡 亚洲那边很喜欢拌起 拌起了很多汁 很多汁 大家都拌来拌去 就是拌起 哪里有得拌起? 亚洲 没什么说的 因为出来的数字 数字不骗你 除非那些数字不断出水分 但是如果你一直发大了水分 你都收不到科 因为你跌加上去 刚刚 去年 这么粗来 中国华星3% GDP 香港还要跌 是的 负4.5% 那就即使换句 整年的经济的动力 不足 现在开关 想着怎么办 那样那样 中国也是这样 不过 有一个气球 一个气球而已 你就是处理得不好 就是处理得不好 没有东西 为什么呢? 故事结果 可能我一直都这么说 就是说个结果 结果说什么? 你的气球进了别人的隔离国 轮廓就说 你现在说 很多公里 我听说 你去了美国 还去加拿大 加拿大都在处理你 美国 你不要想着跟拜登 布林肯讨论 很多议员 很多各样东西 他就是监察政府 你就给个位置去进去 真的给个位置去进去 还有 你还困难 人家说拒绝了 喂 要遲些可以 適当时间再来 我都没有说 我都没有公布过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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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我们中国的行程 喂 你叫 这个布林肯情何以堪呢? 他真的一定出大力一点 还有 喂 下一个我去的就是 那个叫做 凯文默卡锡去台湾 你是不是找你自己搞啊? 现在要做一件事 为什么你们不听习近平 我们伟大的领导家 伟大的思想家 人民的父母 真是伟大都不伟大的 那个叫做习近平主席啊 大哥 他们叫你们只是做一件事 你们明不明白呢? 就是做好经济 不要令我这么多烦气了 我今年都没有出这个 一毫命令 叫你们去打仗 大家就明白了 对啊 我们是不是都告诉人 但是我今年真的没有出 大家在网上查查 2021年和2022年1月4日 习近平做什么? 就是做一毫命令 准备打仗 要打胜仗 今天没有啊 没有就希望有短暂和平啊 叫你们班人去搞经济 你们最后搞到什么叫经济? 唉 有时间搞啊 这件事 现在逆转啊 世泰 太小一逆转 真是没什么搞的啊 你的经济怎么搞啊 还有 你看看李家超 这么急去求人 人家真的要来上市 都不来你香港上市了 多谢各位 继续支持笔基道 点赞订阅